第2147集 叶帆点头 露出一缕温和的笑 让小全安心 带着众人乘入石殿 迈步走进那座法镇中 历史烈焰腾腾 混沌器飞舞 在法镇的另一岸 叶帆重新见到了那个光简 是段德在沉水 至今还没有醒来 吞天盖隐于暗中 这个地方有大地级的残缺法镇 有吞天魔盖守护 即便是大圣都不能闯过去 小雀儿惊喜 叶帆 叶帆放下心来 自己的大弟子果然躲到了这里 不过状态不佳 处在昏尘中 此外还有一个人 是小婷婷 两人不知如何做到的 竟通过了残阵 锦临断得的剪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让大圣金玉止步 叶童盘坐在那里 被太阳精气包裹 像是作画了一般 一动不动 有些不妙 而另一边 江亭则宝像庄严 通体溢出 一缕缕太阴气 他们相隔一丈 对面而坐 可以看到 一缕缕生气 自江亭那里弥漫处 流淌向叶童身上 补充其生命能 此外 最为奇特的是 两者各自修行 太阴与太阳自然释放 在当中那一丈距离间 交融出一片混沌 成为一张道徒 叶凡自语 太阴太阳 熟弱熟强 阴阳共济 天下称谎 这两人全都是万古罕见的体质 任何一个出去都会震动天下 千百事难得一见 只要修到高深境界 必然是宇宙坐以强以猎人 太阳古皇与太阴古皇 这两人足以证明了一切 叶凡心神刹那飘忽 两者交融化身混沌 真正的混沌体会多么可怕 紧接着 他心中空灵平静了下来 一直都有神话时代的 无暇混沌体传说 可是至今都没有见到 小雀儿轻语 叶凡 他受伤很严重 刚说完 他自己的身体却是一阵摇动 嘴角堂血 叶凡感受到了一种气息 那是佛门的力量 散在小雀儿的四肢百骸一间 平日间被他镇压不能作乱 可今日见到他后 小雀儿心神松动 一下子发作了 再也镇不住 好强大 于纯净的佛力啊 一般人被击中 再经佛门度化 不臣服就得亡 黄金狮子吃惊说道 他的祖上曾被阿弥陀佛杜走 对这种力量最是了解 叶凡 我是不是要死了 小雀儿眼神涣散 最后栽倒 有我在 你不会有药 叶凡扶住他 一直点出 一缕金光没入其体内 开始递当佛力 哥哥 就在这时 江亭苏醒 见到了叶凡等人 感觉如在梦中 中间的混沌道徒颤动 叶童也被惊醒 产生说道 师父 真的是你吗 离别一百数十载 此时在相逢 让人记忆在梦中 两人睁开眼睛 略带迷茫 感觉是如此的不真实 叶凡点头 心中亦有感慨 思绪万千 说回来了 在他眼中 两人始终是孩子 可终究是过去了很多年 两人早已成为圣者 岁月变迁 改变了太多 叶童一声大叫 终于确认这是真的 不是梦境 但很快 他又痛哼了一声 机体出现裂痕 血液溅气 哥哥 真的是你 江婷眼中含着泪水 原以为很难再见到了 不曾想今日睁眼的茬 那熟悉的面孔 强健有力的身影又出现了 师父 叶童忍着伤痛略带哽咽 不哭 不哭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 叶凡安慰他 他说的是目前的局势 但他深知 这应该是喜悦与激动的泪 两人身在地震中 根本出不来 当时逃到这里 莫名被吸了进去 叶凡对着那枚光箭 喊道 段庞子 放他们两个出来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 段德可能是一位 古天尊的肉身 生出了灵质 但叶凡对这个无良道士 难以生出敬意 已如过去平背乱交 吵死了吵死了 再敢嚷嚷 挖你们家祖坟去 光箭中传来一声道贺 这一声贺音传出 多时让现场静了下来 叶童与江亭面面相去 在这里住了数年之久 也没有听段道长开口 怎么一下子就回魂了 至于黄金狮子 古金鹏 黑熊 圣哲等则发呆 这种谁呀 威胁人都这么的另类 实在让他们有些无言 就连叶凡都有点发症 他只是随口一说 没有想到段德真的醒了 而且还放出这样一句话来 居然醒了还不出关 哎 去得到是 老马我回来了 看你怀疑没 实在不行 我帮你下葬算了 龙马哈哈大笑 在一旁奚落 短胖子诅咒 巨大的剑 颤了又颤 不肯出来 本座躲到这个地方 都被你们寻到了 嘿 不得安生啊 翁的一声 光芒一闪 夜童雨 江亭被传送了出来 出了地震 显然是段德 在主岛这里的一切 段德嘀咕道 本座还出不了关 估计还要再睡上几年 成仙路将要开启 蜕变未曾完满 出去肯定会找虐 黑黄曾说过 段德破而后立 立而后破 循环往复 无论是肉身还是原神 经历了很多节了 来头甚大 段德像是大梦初醒一般 那个小子回来了 有点发懵 急切的说道 路上遇到了什么 竟然活着回来了 怎么说话呢 难道你还希望 我战死在外面 夜凡没好气的回答 而后诱惑 我在古路上 见到了妖黄大墓 目睹了人黄 有没有兴趣走一趟 无量那个 天尊 本座是那种人吗 段德似乎一下子清醒了 轻声念经 提醒自己 冷静 那一切都是浮云 唯我是真 本座不能动摇 夜凡 夜凡哈哈大笑 对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 表示鄙视 龙马更是直接告诉段胖子 他们深入妖黄墓 出入古天尊苦海 皆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段胖子似乎非常急切 你们得到了古天尊的命权神叶 立刻给我一些 撒在光剑上 夜凡原本是为寻徒而来 结果段胖子横插了进来 倒成为了焦点 那枚大剑震动 恨不得要主动冲过来 夜凡看出 这古天尊的命权神叶 似乎对段德很重要 当下也不多说 历史取出一个玉瓶投入前方 竟直没入了进去 无地震阻挡 哗啦一声 玉瓶破碎 所有经营的液体 都洒落在光剑上 像是一道道烈焰在燃烧 让剑更加璀璨夺目了 段胖子闷横 无量那个天尊 杀气太重了 快收死贫刀了 难道是灵宝天尊的命权 过于霸道 盗墓贼 你什么时候出怪啊 光在一条人族古路上 就遇到了妖皇大墓等 其他古路应该也有 我盛情邀请你 去做技术指导 我们干一瓶大的如何 龙马游说 段德狠狠地说道 别诱惑我 拼到真的很想去 但不想错过成仙路 不会离开北斗半步 好了 你们赶紧消失 赶紧消失 我要闭关了 我要立刻沉睡 他说完这些 立刻没了动静 像是一个茧中的虫 在等待化蝶 期待觉醒那一天 小雀儿的伤势很不一般 有一股可怕的浮力游走 他自己难以去除 但经过叶凡的霸道 尽气冲入后 逐渐磨灭 小雀儿睁开了眸子 比刚才有神多了 叶凡点头 伸手点在他眉心 一道发觉 瞬间出现在 其尸海深处 有这则秘书在 日后 再无惧伤势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欢迎订阅